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要靠近一点 听着土督的脸 大大妈妈起嘴了 天姐 不好意思啊 图图 你刚刚照片拍到了吗 没有呢 那我们再多拍两张 再拍一张 来 三二一 守护好你弄过自俩 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 天姐 我爱你有开始 但是永远不要结束 目前所有的政绩都在这儿 陆志集团和梦氏私人康复医院的合作 是为了非法开展人体药物实验 谋取暴力 太过分了 不仅虐待 还把人当小白鼠 简直是 使人命如草劫 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握力 原本是为了调查梦氏私人医院 虐待病人的事情 但没想到我们掌握了这么多证据 再加上 你掌握的证人证词 搬倒陆梦两家 指日可难 避免更多人受害 嗯 这一天终于快来了 网上疯传的梦氏私人康复医院 虐待病人的画面 正是由我们千眼科技所拍摄的 我代表千眼科技相关在之前 我们的设备 本来是为了记录病人的临床反应 却没想到 拍下令人发指的画面 请问你找谁 滚 诶 韩总 韩在远 你什么意思啊 刚合作就送我一番大礼 我不过是将事实呈现给大家而已 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好处啊 这些都是你们欠钱钱的 他在私人病院受到那些折磨 我要你们都偿还回来 你说什么 装什么装 不是你们把他送医院的吗 陈伯你冷静点儿 说 当出发生那件事情之后 将事先想去起诉你 但被麻拦了下来 为了堵住他的嘴把他送进了私人病院里 你那个时候出国了 所以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为什么这么残忍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残忍 江小姐 您也是梦氏私人康复医院的受害者吗 是的 在梦氏私人康复医院的那段时间 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 在那里 我们每天都要被注射各种精神的一支药物 每天红红热热 同时 还要交涉电机等暴力折磨 除了我之外 还有很多的受害者 他们今天也都会到场 来揭发私人病院的恶行 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除了你以外 怎么还没有见其他受害者现身呢 他们 他们应该很快就到了 不是 我给孩子 我先出去一下 好 千千 我给长妻打了电话 她没接 其他受害者也联系不上了 这件事 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压下去 放心 木鲁夫人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长姐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答应过我 会议受害者的身份 站出来作证吗 为什么今天没有来 浅浅 对不起啊 我 我想了想 我要是揭发梦式的事情 我老公 他就会受到牵连 老公 你是说那个混蛋吗 他又回来找我了 但是他这次态度很诚恳 他还跪在我面前 他保证说 以后不会再喝酒 也不会再打我了 我觉得他这次 一定会改过的 所以我想给他一次机会 家暴只有零次 和无数次 你次次的妥协和隐忍 换来的只是他的变本加厉 他当初都把你送到私人病院了 你还没有醒悟吗 可是我心里 我心里还是有他的 我离不开他 我 我做不到 你这是对施暴者产生了情感依赖 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我心里特别在乎他 现在他回来了 我才发现我心里一直盼着他 其实 我忘不了他 浅浅 我真的很想和他好好地在一块 长姐 你清醒一点 你跟他是不会有未来的 浅浅 你就别再比我了 你别再比我了 长姐 长姐 除了长期以外 其他受害者也不肯心事 这说明这一切不是小何 一定是有人在暗中阻止这一切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来想办法 最近你为了这件事情 凑劳了太多 好好休息一下 兔兔快要放学了 我去接他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 好好睡一觉 爸爸妈妈都觉得我有病 把我送到梦师四人康复医院 可他们根本没有治疗我 而是没日没夜地殴打我 对我精心电器 悄心给我出射药物 还有我每天对他们笑 他们就这样拍下我的笑容 给爸爸满满交叉 你又来干什么 可以跟我好好聊聊吗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姜师姐 放开 放开我 对不起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你被抓进了私人病院 还受到这么多非人的折磨 姜师姐 对不起 这一切不都是你造成的吗 陆成呗 是你毁了我的生活 我该怎么样做 你才可以原谅我 让我补偿你好吗 好啊 那你去自首 把你对我的伤害 还有梦师和陆师对大家的罪行 统统向警方交代清楚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